大家好,北京这边的新话题,现在就开始排名了 中国目前最有钱的人到底是谁 过去我们都知道,那些所谓的企业家的钱都是说着好玩的 什么什么500强,福布斯的排名 还有那个上海的那个英国人胡润这些年搞了一个胡润什么什么财富排行榜 那是一个死亡之榜,凡是上了胡润的排行榜的人 都是最后下场很难看的,只要成为胡润财富的排行榜的首富 或者前10名,最后都是下场很惨的 胡润是个灾心,我跟胡润认识好多年了,一晃到二十几年了 我也搞不清楚他这个人怎么在中国混得风深水起的 生活在上海一百人,他也不承担公共问题 整天跟一帮富人混一块,其实他也没赚多少钱 胡润没什么钱的,就搞着一辈子搞着点事儿 他下面有很多俊男靓女后来都跟他们分道扬镳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以前就知道中国的有钱人分三块 第一是胡润的财富排行榜 是吧,我刚才说了啊,那是一个灾心榜 谁上榜谁倒霉 所以有些个企业家啊,官生勾结搞得特别厉害 他就是求爹爹拜奶奶,跟胡润打电话,请他吃饭 你脑人家放高台贵手,千万别把我的名字给排上去了啊 你一把我排上去,我明天我就是只能监狱里见了 说不定脑名都不保 这是第一个排行榜 第二个排行榜啊,其实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榜是蛮靠谱的啊 叫做中国财富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 这个东西啊,很多个你平时根本不知道的一些个人 就赫然上榜 你比如说以前那个沈南鹏 这个人我们就没听说过 后来我跟他做过一次访谈 我就觉得这个人奶奶络对不是一般的奶奶 但是我也不敢去造词 后来我听郭文贵老师说 沈鹏的奶奶,沈南鹏的奶奶不得了 所以我一听,我觉得我心里就明白 郭文贵这个人呢,是真的是知道很多个文 不知道材料的啊 所以我从纯粹从这个财富八卦的角度 我们是应该要感谢郭文贵的啊 他说的话基本上比较靠谱 隐形冠军 所谓隐形冠军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一个白手套在前台 不险善不露水的 但是他的财富是马云呢 是马化腾呢 是这些个人呢 不知道多少倍 他每一个隐形冠军的背后呢 都是藏着一个巨大的红 红色家族是不是 完了以后不得了 有人说这个 比如说中国最有钱的人 有一段时间是马云首富 马云的钱都是人家的钱 他自己有点钱 他跟他自己比的确有钱 跟我们比的确有钱 但是他大量钱都是被别人搞走的 对吧 所以第三个榜就是什么呢 就是红色家族财富排行榜 这个东西在中国是最可靠的 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啊 中国最有钱的家族是邓小平家族 邓小平的家族排第一 谁排第二呢 很多人觉得是江泽民排第二 你错江泽民排不了第二 是六四的时候说要杀他二十万 为往二十年的那个王震 也就是这个中信集团这边的一帮人 他们是王震的几个儿子 王氏家族排第二 是最有钱的 但是呢 比这个谁啊 比这个邓小平家族要烧殉一筹 第三是老江老江的家族可以排第三 李鹏的家族排第四 是吧 所以为什么习包子一掌就把李鹏的儿子李小鹏 就给拍死了 连中央委员都给他拿掉 就是因为习近平他想抢整个电力产业的钱 但是李鹏觉得自己的出身什么也好 那肯定比习包子强是不是 李鹏的这个爷爷是周恩来 李鹏自己 李小鹏的爷爷是周恩来 完了以后呢 李鹏的就是邓颖超是吧 李小鹏的奶奶 那在当时的话 谁都不敢得罪他的 所以红二代里面都知道什么曾庆红 你在什么李小鹏的面前 你在李鹏李小鹏的面前 你啥也不是 你邓颖超说一句话 咳嗽一声邓小鹏都要站起来 我跟你说 说当时李鹏准备 就让他当一个全国人大委员长 不要让他当总理 结果 邓颖超就坐不住了 就跑过去 跑到邓小鹏家里面 就站了一下 说我们家彭儿 是应该 是可以为国家做一点大事的 立马就当总理了 邓小鹏本来不用他的 明白吗 所以李鹏家里的财富排第四 其他的还有一些个家族 什么的朱镕基 什么温家宝 都排到估计一百名之外了 中国大概其有一两百个家庭 占据了中国财富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什么马云的马阿华腾的 这些一个搞生意的人呢 最多加起来这百分之五大量的财富 都在这些个红色的家族之中 那习近平的家里就根本啥也不是 习近平没有登基之前 没有成为中共中央总数据之前 习近平家里没钱 我跟你说习近平整个家族 说不定还没有我有钱 他没有钱 那习近平他在地方上 他也没有搞太多钱 是不是 他那个时候一天到晚就喝酒 一天到晚就是搞女人 他没有心思去赚很多钱 他都吃了喝了嫖了 就这么搞了 是不是 他还有就是 还是想干大事 不能惹一身的骚 所以他对钱这个东西也不是特别看重 后来他是当了皇上以后 当了总书记以后 他们家里的各路人马 他的弟弟 他的姐姐 他的姐夫 他的各路亲戚 还有他的私生子 然后慢慢慢慢就形成了一个习时家族集团 今天听到的最大的消息是什么呢 是说习时家族终于成为中国的首富 超越什么王震家族 超越某超越那个什么 超越这个邓小平家族 超越江泽民家族 各路各王八蛋都甩甩他们十条街 正是成为中国最有钱的人 目前习家经过十十来年的经营 大概他们家的资产全球排全球布局啊 他不仅仅在中国大概起有这个七千万 七千万美元 也没有太多 有些人一说有七千亿那是不可能的啊 七千万美元 这个邓小平家族呢 是这个什么 是大概五千万美元 江泽民的家族是三千万美元 王震的家族大概是四千万美元 他们这些人加起来大概一两万亿 就这么多 过去有很多人说他们家有多少 一动不动就十几万亿美元了啊 你说的几万亿人民币是绝对是板上钉钉的 几万亿美元没有那么多 习近平家族经过十来年的精根细作啊 目前整个家族的资产是七千万美元 就这么多 这个七千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呢 他不是说啊我有一堆的房子 我有一堆的什么什么公司的债券 不是就是实打实的 你甚至可以说他有七千万美元的现金 当然也可能有些个投资的股票啊 基金呢有这些东西 但是他们都没有太多的不动产 都是实打实的这个叫做现金流 七千万美元 那是了不得的 这些巴菲特都没那么多钱 我跟你讲 他们大量的钱都是在资本里面 在资深在不动产里面或者在其他的地方 就这么多钱啊 咱不要黑我们这个习主席 习主席全家就是七千万美元 完了以后这个邓小平家族就是五千万美元 就这么多 你以为有多少了没有太多的钱啊 这个比锦帮你想把钱要转移到海外没那么容易 所以有人说习近平家族七千亿 没有的事情 这个话从哪说起呢 为什么突然要说这个 习近平家族终于成为中国的红色贵族的首富呢 那要从毛泽东的话说起啊 说这个北京的这几年呢 就我们这些个反贼走了以后啊 出了很多个以前都没听说过的文化人 比如说这个马卫都 马老师我没见过他啊 长得像一个这个鞋靶子啊 你脑子白头发挺有钱的 而且他估计也是一红二代 也是一个至少是一个光二代 而且玩这个玩玩的啊 搞文物的建宝的挺有钱的 收藏家这么一人 他就讲啊他说这些年呢 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毛泽东的家族 开始快速的这个积累财富 毛泽东家族在这个邓小平的时代 在江泽民的时代真没钱 毛泽东的女儿看病的话还要排队 他们真没钱 那我以前知道毛泽东家族开始有钱是 北京有钱人叫泰康人寿的陈东生 把自己老婆不要了 娶了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门 然后呢就开始毛毛世家族 就开始有点钱了啊 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陈东生真的会把他所有的钱 都给毛家显然是不可能 再说你是一个女婿 也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儿子 是不是 所以这个很难说 后来他们讲他说习近平上来以后啊 把毛泽东家里的当年的钱都还给毛泽东了 是不是 所以呢毛泽东的家族这几年的财富也是增长速度 非常的惊人 说这个他就讲啊 说这个毛泽东啊 其实是很有钱的 毛泽东死后私人存折 大概和人民币是1.72亿元 那个时候1976年啊 死后是1976年1.72亿 完了当时被中央就封寸了啊 1.72亿现在估计要乘以1万吧 乘以1万倍差不多 你想他有多少钱吧 是不是 挺有钱的啊 说这个到了江泽民的时候就解冻了 解冻了以后呢江泽民也不想把这些钱给毛泽东的家人 最后呢就是一半呢就是毛主席作为党费就上交了 是不是 还有一半呢就中央中央办公提毛家就是管你 如果毛家的后代没强化了会适当的给他分点利息 让他们这样用一用没多少钱 到了习近平时代以后呢 这一笔这个由中共中央管理的毛泽东的遗产 被习主席亲自下令一口气就 全部都退给了这个毛泽东的家族的各路人嘛是不是 所以他有两个女儿还有个孙子是不是 一共分了大概将近一个亿的人民币的财产就这么多 是不是所以毛泽东呢在当时他没有死的时候 他是一个首富 但是这几年呢有人帮毛家搞投资搞理财 所以呢也加上习主席呢关心他们家里的财富啊 所以呢赚了赚种了还有毛泽东当时呢有一些文物在手上 他们讲说这个说毛泽东死后他的文物超级值钱呢 说这个有各种这个唐宋元善本现状书有15万册 就是悲帖有七千余件都是超级值钱的东西 这些东西呢都是后来被这个毛泽东的家里的理财师给他当白手套的人呢 一个一个的都换成现金了存到国外去了 所以毛泽东家里这几年也是估计也是至少有一两千万的美元的财富是有的 所以毛泽东的财富也是绝对是火箭速度上涨 这就是中共的高层红色贵族他们的财富 他们赚钱太容易了老百姓真是说多了都是累 谢谢